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 嗯 喜欢 这边是低酒部长 那咋整的一个人喝上了 我今儿高兴 你坐下咱一会儿喝一杯 啥事那么高兴啊 你猜猜 中奖了 那 那没有 捡钱了 也没有 好 那是上外边碰着 比我长得还俊得了 那不敢 这一位子 你在我眼里 永远是最美好 酒壮怂人胆的 这是要干大事这是 大事已经干完了 大事已经干完了 嗯 吴婉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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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去 好 我出去有点事啊媳妇 你这都没少喝 你不能开车 听不听着 好 我这是喝酒不开车 放一杯 过程呢就是这么个过程 然后他们昨天晚上 就已经不住在那个春秋客栈了 然后我妈就给临时安排在村委会住着 然后现在呢 我妈的意思是把他们 再弄到那个镇上的招待所去住 但他们现在也是不太同意 然后就是想走 你看怎么办呀 行 那你跟佳老师说吧 来 来 邱总 喂 邱总 这住不了了 这房间太差了 有蟑螂 有老鼠 然后还有蛇 你说你那个 新开盘那可可家园的 真的啊 好 行行行 好好好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那个 咱们晚上要不还是在这儿吧 去找这所住 毕竟咱们都来了嘛 还是接着去拍完吧 对 邱总也说了 那那个新的楼盘 那宣传片也给咱们了 明白吧 行 听你的 佳老师 佳老师我们听你的 二哥 这帮拍宣传片的人 把他们吓着了 吓着了 嗯 不是 那个 放的那些老鼠舌下 都你干的呀 我能亲自干吗 我安排着 谁让你这么干的 你还笑嘻嘻 你 你觉得你挺自豪呗 我会表演你几局是吧 我 咱们不是 想解解气啥的吗 解解气不能这么干的 另外你 你这么干的话呢 春秋能不知道吗 他一猜就是你干的 就算他知道了 他也没证据 没证据 他要报警呢 警察一找小局一问 我就问出来了吗 二哥不能吧 好像没有到那种地步啊 这个事啊 说大就大说小就小 往大了说 你这是破坏村里的 投资环境 你知道吗 一找你的话 你是跑不掉的呀 你还以为呢 不是 那二哥那 我咋办呢这件事 你说怎么办 你自己干的事 你自己的承担 我得去一趟县里的 到点儿来 去县里干啥 给小车找个工作呀 这一天悠悠晃晃的 你看看 不是 你去了 我 我咋办呢 你咋办 这个事是你干的 你要负责任 快看你干的 这是人家的心意嘛 人家怎么给你 异异异异异异异弹 不是吧 这儿吧 不行不行 您快别让我来 那不是小蒜白 跟我二大爷吗 不行 对啊 他俩不是闹掰了吗 怎么又整一块了 是啊 前一些日子 小蒜白还去我二大爷家 要钱了呢 怎么又混到一起了 走吧 行 咱走了 那我走了 走了 走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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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你回来了 小蒜蓬 我叫你呢 我叫你没听见呢 姐 我回家有点急事 你过来 过来 过来 你过来 我找你有几句话 叫我有 有啥事啊 你躲啥呀 谁躲你呢 姐 我真是回家有点急事 我问你 你在我家客栈订的那间房 付钱了吗 这事肯定付了 我啥时候差过你们钱呢 我当时给了秋菊两百块钱押金 给了 我们家客栈出的事 是你干的吧 客栈出啥事了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真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啊 你家客栈每天人来人往 那肯定有很多事啊 我哪知道啥事 是我 跟我装呢 是不是 那没有 你要跟我装大劲呢 我就把这事给你裹过去 我真没装啊 我 还装 没有 还装 是不是 没有啊 小菊已经跟我说实话了 我家客人住那几间房 昨天白天就你进去过 别人没进去过 你打着订房的幌子 偷着摸着 往我那房间里面 放老鼠 放蛇 你啥意思啊 你想干啥呀 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梁果发的媳妇 冯莱英让你干的 不是 那 那没有 跟她们没 没关系 你这不是坑我们吗 你祸祸我买卖呢是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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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其实我 我是罪功之义不在酒 我不好意思 你不跟我说实话 是吧 行 我 我这事已经跟李鲜花反应了 她要是办不好 我直接报警 别别别 你就等着警察来抓你 别别别 千万别 别 别报警 别 别报警 低头不见 抬头不见 远亲还不如近邻呢 是不是 以后你家这肉随便烤 那烟怎么往我家飘 我都不管 行吗 喂 去去去 跟李鲜花说去 我就让跟你说 你要再胡搅蛮缠 我现在就报警 该干啥干啥去 我挺好的 你也挺好的吧 你周四就要过了呀 太好了 好好好 好 那我等着你啊 周四见 拜拜 让我死了算了 晴梁 我死了算了 晴梁 你这是咋子 喝了啊 妈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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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啊 行啊 行啊 我这吐啊 行啊 我喝又没喝死 你把我砸死了 我还没来得及喝呢 你这是咋的了 我又没做啥对不起你的事啊 你有啥想不开的你啊 行啊 你让我死了犯了 李仙华他们要报警呀 你好好说 为啥要报警啊 就是我在田春秀那房间里边 放了一点蛇呀 啥啥老鼠啥的 他们就说我破坏投资的大好环境 要报警要抓我呀 没事 你听我说啊 咱们不是没方法吗 这都不是事 我去求鲜花姐去 你觉得你有把握吗 没把握呢 你要没把握的话 你看我的眼色行事 行吗 你早都有主意了 是不是 媳妇都到这阶段了 你说只能你帮我了 是吧 清凉 清凉 你慢点啊 好 是不是可疼了 对对对 疼 你就慢点走 慢点点 夏花 爬这 爬这 好 好 夏花 咋的了这是 你借钱来了 我行事我领她上医院去看看去 她肚子疼 我怕她得蓝尾炎 对行 检查检查 这么疼啊 哪儿疼啊 蓝 蓝尾炎 蓝尾在哪儿啊 就是 这儿 就是这儿 右边 这 这一片都疼 这一片 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那是疼还是不疼啊 那个 就刚才来的路上不怎么疼 现在特别疼 这挺重啊 这借多少钱呢 江华 你先等会儿 清凉 你说啊 你说 好 那个 我就想问一下 如果我去医院住院看病的话 你跟田春秀就不会报价了吧 周清凉啊 周清凉 你说我说你点啥好啊 你说你干净点缺德事 对咱村影响多大 你知不知道 行 行话是这样啊 我们俩呢 看着咱们村的旅游啊 搞得挺好的 就想呢 开一家旅店 我们觉得呢 如果开旅店 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就是田春秀 是吧 所以呢 我就出此下策想 搞点破坏 给它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为我俩开店做铺垫 看 你俩要开店 原来是这么想的 经过这个事呢 我们不打算再开了 就是也意识到做的不用 周清凉 我提醒你一下啊 以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啊 也干了 给自己积点笛吧 行行 你放心 放心 疼不疼了 也要不够精不疼 行行 行了 别装了 你俩赶紧走吧 我这一堆事呢 你看那些鲜花 就是当领导的料 是吧 是是是 大胸怀 大格局 那我们走了啊 行了 赶紧走吧 走吧 走了 鲜花啊 肚子疼都治好了 快走吧 走了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速度 不能太快 对 稳稳的 好好好好 别着急 别着急 对 这红面 和面 非常重要 是的是的 慢点慢点 好 一点点就好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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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最左边的这个山啊 我不着急拍 一会儿咱们单独会再拍 包括岸上的花啊蝴蝶啊 等等会再拍 对 漂亮漂亮漂亮 可以可以可以 鲜花 小算盘找你了 两口子都来了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不能轻饶他啊 太缺德了 你看都在一个村住着 我总不能因为这点事 给他们送进去吧 他这么一整 我这旅店就没人敢住了 那我生意就完了 你猜他跟我说啥呀 他说他也想开个旅店 啥 他也想开个旅店 那他开旅店 咱们也得公平竞争啊 得正大光明的 是不是 也不能使这么损的招啊 他开啥旅店开旅店啊 他就想把那几个拍片子 小伙子都给吓唬走 他早不放晚不放 他非挑这时不放 这明把他冲我来的 那你还不明白 我知道 他最用之意不在酒 那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啊 行 这事你放心 交给我 绝不能让他再发声 秀 你和秋楼板咋样了 别拿我开涮啊 别拿我开涮啊 啥咋样的 我俩巴扎你一瓶 邱老板都给我打电话了 说下周四啊 带着考察团 来咱村考察 还特意嘱咐我呀 就住在你们客栈 还跟我强调了 就住在他之前住的那个房 他们一行八个人啊 你给安排好了啊 安排倒是没问题 关键是 关键啥呀 我那客栈档次太低了 怕给咱们村儿丢人呗 拉倒吧 咋的 秋老板没给你打电话 打了 不是 你俩现在到哪步了 你要是不好意思说 要不我跟你说说 歇花 我俩的事情 我还真没想好 秀啊 我真觉得啊 邱老板这人不错 而且他对你还真挺有意思的 你好好考虑考虑 行 我俩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快点 我再来 我告诉你 我走 我走 你叫你脑子 你跑了 我走 你跑了 咋样 这市医院呢离咱家近 梁书记总召集 这今天早上呢拿到检验单 直接就坐车赶回 赶快赶快坐 赶快坐 赶快坐 慢点 慢点啊 慢点 你们拐这个 复查结果咋样 我右腿骨折恢复得非常好 大夫说啊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恢复成这样 简直就是个奇迹 还是年轻 底子好 是啊 其实我都不用这个拐 老师 那可不行啊 还得加小心啊 我知道 老师 那个村里咋样 都挺好的 邱老板的考察团呢 下周四过来 一行八人 由邱老板带队 就住在春秋客栈 我都安排好了 另外咱们那个风光片啊 也快拍完了 下周四啊 我争取给考察团观赏 太好了 太好了 老师 工作上的事啊 你都放心 回家踏踏实实养着 把腿养好了 赶紧回来工作呢 行 那我先回家 老师 好 慢点 小东西 小心点啊 来 来 来 我 我拿着 走了 黄神 孙超 你照顾点啊 好嘞 放心吧 大家好好养着 别乱动啊 没事吧 这是咱们没秀 没事吧 爸 那呀 来 给我 回来啦 慢点儿 儿子 咋样啊 检查这咋样啊 儿子 爸 咋的啦 说呀 废了 废了 不是儿子 啥废了 你看看你啊 你就不信我的话 我早就要你上省城的大医院 好好去检查检查去 这下咳得好 废了 不是哪个啊 废了哪一听 咋个事啊 大爷 小童跟你开玩笑呢 人大夫给看了 CT啊 盒色公镇都做了 啥事没有 啥事没有 没事 不是 那啥事没有 你个臭小子你 连我问题也吓了 敢给大爷吓了 吓死我 不是 爸 消消消气啊 真没事 真没事 真没事啊 没事啊 没事 你看 你看 行不 行 听好就好 好 那啥我看了片子 爸 爸 你等会儿看 我俩这没吃饭呢 你快炒俩菜吧 整个啥菜 你回家吃去吧你 爸 你孙刀陪我上省里 你说挺累的 你说这俩菜都不给炒 快快快 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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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大爷 哎 成口了 真好看 来 我给你戴下 我记得你买个表 你都不知道我 我费老大劲的 我妈也跟我去了 她买的比我多多 陪她过了一天 嗯 那我给你 带 好 来 来 行行 收拾 嗯 这样行 看这儿 看这儿 好 大姐小姐吧 嗯 我有个小事要问你 什么事 我爸在县里啊 给我找了个工作 我还没想好去不去了 我有一些犹豫 你犹豫啥呀 你说犹豫啥 我到县里上班的话 咱俩就不能总在一起了 我觉得是工作要是合适的话 你就去呗 这主要我 我不是离不开你吗 你说你大学毕业那个时候 没给安排上工作 完了你还肥要回到农村 我就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把我那工作都给辞了 啥意思啊 现在回过头来怨我了是吧 没有 我 我就是说说啊 我今天这个 这 这工作我去不去呢 你就去呗 你跟我一起去啊 我 我去干啥呀 你跟我一起去上班啊 这样就好了 我天天就能看见你 你没听过一句诗吗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不用拿整的诗啥 那还有一句诗 嗯 叫做 距离产生美 那我还听过一首诗呢 距离有了 美没了 你就矫情吧啊 你就矫情吧 你要再跟我矫情的话 我就不跟你订婚了 行行行 别 别上去 别上去 我就是问问 我就是想跟你帮我抽出招 哎呀 我对你的感情 太枯实烂 天地可见 你就放心吧 这还差不多 腿 大哥 小冬 二叔 二弟来了 嗨 小冬哥 你好 样子 你 你咋也来了呢 不是 这样子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保姆啊 保姆 对啊 二叔 我都说了我不用保姆 我这都快好了能自理了 你还挑他们的 这保姆上哪儿找得跟模特似的 不是挑二叔我真 好什么好你 你好 你 好了你 你爸呢 你这天忙的是吧 村里那么多事 家里的事不全落你爸身上了吗 弟弟外面家里做饭啥的 都他一个人 你不找保姆怎么办呢 是不是 大哥 不是 那是二弟啊 你啥 你看你做饭嘛 这也累不着人 再说了咱为一个老农民 你用啥保姆啊 对 大哥你这么说的不对了 农民怎么的 农民就不能保姆了 那怎么的我领了还要我领回去啊 关键 关键什么关键 就听我的就那么定了 就这事就别说了 那怎么的 小冬你复查的片子 对对对 你看看 去省城复查的吗 对啊 在省城医院 这我也看不懂 医生怎么说 大夫说恢复挺好的 没啥事 那就好 你看我说到省城复查复查 就没事吧 这什么生意 这不是在区医院看的吗 那在字上写着呢 小冬你现在撒红脸都不红是吧 二叔是坏你咋的 你这我想到省城复查复查 你好像你这怎么个事似的 为你好 你又不想你 行了 那也不说了 那个 燕子 那你就在这儿吧 这就你的家了 你看这 这多好 这别的啊 这姐俩的 什么别的啊 怎么的啊 我说话不好指怎么的 好好照顾他 这 这 明白吗 知道了 你走吧 走吧 大姐夫 我走了啊 放心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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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二弟啊 好好好 小冬哥 听说你受伤了 哪受伤了 我看 没事 没事 好多了 好多了 我看看吧 不是 我帮你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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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看吧 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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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也别说哭啊 难也别说难啊 我嫌伤狂再满街 儿子回来啦 哎 妈 儿子 儿子 你 你干啥去了 我找李小雪去了 妈 我爸呢 你爸呀 你爸可能是找牛大爪了 商量你工作的事去了吧 我好像正想找他呢 问问这个事他办得咋样呢 那你爸今天回不回来 还想说你 儿子 要不你给你爸 打个电话问问 不用了 妈 我想好了 我不上县里上班的 咋不上县里上班的呢 你两口子呢 要实在看我在家呆着弄心呢 我上镇上 卖富和肥去 那你这还说傻话 什么玩意儿瞅你弄心呢 儿子 那镇里头哪有县里好啊 再说了你不说卖化肥掉价吗 你儿子我有啥呀 那有啥可掉价呢 此一时彼一时吧 来 我抓你时间啊 去下一个地方了 来 慢点啊 贾老师 小心小心小心 雪儿 我哥只有你跟我在一起 刚才给我发好几个个信 给你带好开 哦 对了 你哥最近干吗呢 他不在学习吗 哦 他说等他学完习之后回来 自己开饭店 啊 你哥还真要自己开饭店呀 肯定是啊 他自己就学这个的 自己开饭店多有优势 嗯 最重要的是 他不用请厨师 那可不咋的 他还真挺好的 哎 你告诉你哥 我支持他 行 好嘞啊 哎 你可慢点啊 嗯 好 慢点 好 雪儿啊 给我装睡是不是 乌子打挺匀的 这中路法师玩的 零杠时啊 爸 这个 啥时候回来的 我回来一会儿呢 嗯 你起来我跟你说的事 爸 爸 你坐 今天我到牛大庄这儿去了 听给面子 同意你到他们公司 去上班 那他没说让我干啥呀 那都没说啊 这样 你明天去他 你跟他商量商量 我 我跟他商量 我跟他商量 能耗时吗 怎么不好时啊 明天去他就行了 睡吧 爸 你坐这儿 我 我跟你商量个事 坐这儿 你坐这儿 商量啥事 你 我有个想法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我不想上县里去了吧 你说什么 我 我 想去的是你 不想去的也是你 你玩呢 我舔个大脸跟你说好了 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我告诉你啊 必须去 就不去 你再说别我听听了 你这 我说那啥 啥 考虑考虑 没有考虑 必须去 去 去 那您有想法 我还有想法呢 别玩了啊 赶紧睡觉 去吧 妈 还没睡啊 来 喝点水 你有事吗 没啥事 我就是没想到那个 秋小璐是邱玉生的儿子 对 我也没想到啊 我知道的时候我也懵了 难怪了 她说她能找到投资商 找了半天就是她爸呀 反正啊 商人有商人的思维 他们肯定是觉得 咱们这块地 有价值 对吧 对 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 他们看重了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 嗯 总之能合作上 就是狐狸共赢呗 你现在挺厉害呢 那还不是瘦我老妈心头啊 这话也在听 行了 你别看太晚了啊 早点睡 嗯 妈先去睡了啊 好 晚安 嗯 晚安 大姨父 大姨父 嗯 我怎么感觉 梁晓冬对我 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嗯 不是 不用那么一句话嘛 叫 男追女 隔坐山 女追男 隔层上 只要女孩的主动 没有追不成的 真的 嗯 什么 要不说呢 强拧的瓜 行了 什么叫强拧的瓜 会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闭嘴 我是说强拧的瓜 也是瓜 你不就是我强拧的呢吗 你看你大姨一点正型的没有 就说孩子事去 你大姨父 你说梁晓冬这么优秀 怎么就没有女孩追呢 怎么能没有啊 你是不知道吧 我这个侄子心特别高 一般的女孩她看不上 但是呢 她心也特别软 只要你在她身边 好好伺候她 像伺候丈母那样 去伺候她 一定会感动她的 是吧 哎 那不是小车的车吗 对啊 姐 梁晓冬 你干啥去啊 我爸不在县里给我找工作吗 我去看看 你准备要去了 我现在还没想好 我先看看啥工作吧 那你要有什么情况的话 你跟我联系啊 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姐 你慢点开车啊 拜拜 萧雪 拜拜 雪 那个小春到县里找的啥工作啊 我没问 梁晓冬上县里找工作了 对啊 听上去准备啊 来 镜头开始往上推 慢点慢点啊 继续继续 对 推到中景 哎呀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跟你讲 这个画面啊 由大景 全景 推到中景 喂 邱小璐 你在哪儿啊 我就在咱俩 上次见面的这个桥这儿呢 你们在哪儿拍的呀 我们就在马鞋石的山上啊 那可够远的啊 行吧 你们等着 我这儿就去啊 再稳点 再稳点 哎 对 好 可以 好好好 这座画面可以了啊 好 邱总 来来来来 邱总 请大家喝水啊 来 这样 怎么样 老家 还行 还行 顺利吗 顺利 非常顺利 现在只剩下 最后这一组镜头了 哎呀 挺快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来 邱总 你咱们带水了 带一下啊 这样 大家喝水啊 喝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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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一组 对 那就抓紧拍 我们耽误你们啊 行行行 您先忙 辛苦了各位啊 辛苦了 走 小雪 我跟你说两句话 来 不是 大哥 你咋了这是 老师说好好的 让小冬上省城大医院去看病去 你说你 你咋说变卦就变卦了呢 我啥说变卦了 那还没变卦 那没变卦 那小冬咋上市医院去看的呢 我不管啊 那小冬这病 必须上大医院去检查去 那小冬那腿摔折的 是为村里办事摔折的 你干啥哄怕数党不想去呢 广福叔 你说啥的在这儿啊 那梁书记住院治疗 和这次外出复查 那都是先花自己掏的腰包垫付的 没花村里一分钱 啥 你是说小冬看病花的钱 都塌垫垫 你不相信你自己看看账 你看看村里给你儿子治病 支出一分钱没有 那梁书记的腿 明明都已经治疗好了 大夫的诊断也都在那摆着 你干啥一次次上这儿 来难为谢花啊 你这么做你于心何忍了 我走的时候千叮宁万主 你把这帮兄弟们给我安排好了 你瞅你安排那个地方啊 那又是老鼠又是蛇子 大半夜那给我打电话 半夜三更就要走 那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是 但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解释一下 春秀阿姨的客栈呢 是非常干净的 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 不是那还能有啥原因啊 就是我们这个村呢 比较复杂 我妈不是刚当村主任吗 然后很多人就看不惯的 就想给他弄下来 不是冲他们啊 都是冲我妈 小雪啊 你说你们村这个 宗族势力 家族矛盾 那对我们投资都是有影响的 那绝对没有 这个你放心 这肯定肯定不会有的 而且我妈也说了 会向镇上呢 跟你们申请最大的优惠政策 真的啊 那行 东哥 洗酒 这大白天洗啥酒啊 常洗酒对身体好 宴子 我不行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你现在是伤员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来 没事啊 就得常洗酒 不仅对身体好还舒服 来 来 放点 怎么样 水凉不凉 要不我给你加点热水吧 不用不用不用 压了压了压吧 你快去忙你的不用管我 来 我帮你洗 压了压了 这不用 东哥 这种感觉真好 不压了压了 你快起来 快 东哥 我第一次看见你 我就喜欢上你了 不是 压嘛 你快起来就成啥了 快 梁小冬 干吗呢 你谁呀 你谁呀 他谁 秋海 那个 他是我二叔 有找的保姆 梁广发想得挺周到啊 还找了个天生 你伺候的小保姆 你怎么说话呢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话 当保姆就好好当保姆 能不能自重一点 保姆怎么了 保姆也有权利 追求自己的幸福 东哥 来 我帮你按 怎么样 那我 快放开 来 东哥 能不能要点脸 秋海 拿上你的东西赶紧走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这不欢迎你 欢不欢迎你 你说了不算了不算了不算了 你干啥了不算了不算了 你干啥了不算了不算了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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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这你俩 你干啥找这么个东西过来 什么叫东西啊 它是什么呀 什么叫东西啊 别别别别别别 你俩咱还吵出去了 那这哈雅 你听我说 刚才燕子 是看我又摔了才扶着我 你误会了 秋海 廖小冬你不是傻啊你 你坐着那洗脚 你那帅张 他就是故意的 实话告诉你吧 小冬哥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保姆 是我大姨父 要把我介绍给你 为了方便咱们俩培养感情 才让我假装保姆 到你们家来的 不是让你胡说啥呢 我没胡说 我说都是实话 不信你问我大姨父去 为什么你大姨父 问你大姨父啊 谁找的你赶紧找谁去 我们这儿不欢仰你 赶紧走 我们救不走你 你赶紧走你 别别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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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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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海 秋海那小冬这土衣 还走吧 快去你大姨父家吧 我骗不 我看出来了 要赶我走是不是 你那静着我我再说 我骗着我 你快来 你快来 我告诉你 我是她女朋友 你挺好的 你别骗人了你 你要是她女朋友 我大姨父能把她 介绍给我吗 我怪什么大姨父 你扣起来 别拿了 秋海了 来来来 让他 江秋海 你干什么呢 别在这儿丢人 跟我回家 秋海 你回去吧 我回什么回 梁晓冬 你希望蒋秋海幸福吗 当然啊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幸福 真的 真的 好 梁晓冬 那你给我听好了 如果你真心希望蒋秋海幸福 如果你真的想对她负责任 如果你不想下辈子后悔的话 你离她远点我求你了 妈 你说啥呢 妈 吓死我了 原来你妈这过你还没过呢 快给你妈回家去吧 快走吧 你有什么关系 走 走 跟我回家 妈 我不走 你跟我走 妈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 也有怀音了 你说什么 妈 我怀孕了 真的假的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小冬哥 她真是你女朋友 秋海你 我胡说啥呢 都已经这样了 就不害别人知道了 不过您咱俩跟我 能往后闭嘴 江秋海 你胡说呢是吧 你跟我胡说呢是吧 我没胡说 你跟我胡说呢是吧 小冬哥 我告诉你 就是你怀孕了 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他结婚的 这辈子不可能 下辈子不可能 你就死了一条心吧 来 跟我回家 走 到了 小冬 这这 这咋个事 这真怀孕了 我还不想吗 光光大哥 这回是真事吗 啥玩真事啊 你说是真事假边 跟你有什么关系 啥都打听 干干干干干的 瞅啥 都瞅啥 走走走走走走 啥好事啊都忘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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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你算了 好吧 孩子快走吧 去你大吉家 快走快走 走了走了 算了算了 算了算了 儿子 爸 你跟爸说实话 邱安真怀孕了 爸 你真信邱安 说的是真的吗 我能不信吗 那大天广众之下 那么多人 他自己说他怀孕了 我能不信吗 你说你这孩子 怎么能做出 白不信嗎 我现在帮我看的 你快进去 再不信哪 我跟修徐 我跟修徐 她 假的了 她怀孕了 什么 秋海怀孕了